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着不同的交通工具去探索 去认识沙巴 因为其实呢 我觉得我们对沙巴这个地方其实是非常陌生的 但是呢 通过我们的环岛巴呢 你可以真正的去了解沙巴这个这么漂亮又这么特别的一个地方 它有很棒的美景 又很棒的美食 很棒的文化 而且这一次我们也花了35天的时间去拍摄 走完整个沙巴之后呢 其实我第一个感觉 如果简单来说 用一个字来形容这个地方 我能够用棒 最难忘的事情呢 我觉得很多 然后如果说比较挑战性的话 我觉得在最后一个任务吧 就是要上神山 然后呢 就挑战那个viaparata 如果你是居高的朋友呢 一听到说viaparata 你就会开始手抖啊 脚抖啊 觉得我可以完成嘛 一定会有很多的问题 可是当你上到去之后呢 你要告诉自己 我上到去 我就一定要完成 那我们听到是有原美心跟处影子的时候是吗 我们两个人呢 我们两个男生呢 就是觉得很压力 因为我们觉得 那这两个就是很强的女强人来的 我们不能输给她 那等一下呢 她们可以爬山什么 我们一定要做得更好 另一个挑战我是觉得是 因为我们两个人 35天里头呢 我们一直离不开森林 面对水质 面对下雨 面对露营 面对一些野生动物 所以我会觉得这一趟呢 我们很大一个挑战 就是辛苦的一件事情 就是you're not used to it 然后之后呢 就慢慢的去去适应 当你要出国之前去看人家的国家 为何你不先了解自己的国家 所以要更加的了解马来西亚的话 就要认识沙巴 最容易的方式 看环岛巴 我个人觉得呢 环岛巴这个节目就好像一个连续剧一样 那你看了第一季 看了第二季 怎么可能会错过第三季呢 对不对 当然我们第三季也会有不一样的整个感觉呈现出来 所以希望大家也跟着我们的脚步啦 一起去探讨沙巴 你已经对城市的生活有点麻木的话 的确你要找一些广道去 让自己能够抒发一下你的这个 这个不愿快的心情 的确你看多一点大自然的东西 你自己的心情会比较愉悦 或者是看多一点环岛巴 哈哈哈哈